歡迎鬼魯章,歡迎跑馬4.0的頻道 過往我們經常都說香港現在的養馬費越來越貴 最低消費都差不多7萬起標 我們這一集嘗試說這些問題 馬會有見及此 怕養馬的興趣越來越少 近期做了兩三樣東西 其中一樣東西就是bonus 就是頭馬指定日子 班次贏多少有多少,所以那些已經做了很多年 每年派以億計的錢給馬主 另外上星期這個派 你成績好,試試拿 你成績不好就拿不到 但現在上星期開始推出的新席 全民得益,全民得益是馬主 減免有馬費 那些很多枝節的事不要說 基本上一季收少你10萬元左右 一季10萬元 一年一季 給少10萬元 由自己貼出來 本來那筆錢直接由馬主 現在我幫你每人進貼一年10萬 如果養足12個月 就是1萬 那另外就做結尾了 有些人 你一開始來 馬上到埋 到埋 你基本上都還在檢疫 還有都還沒拍得操 我們叫Light Training 都還沒拍得快跳的 那那個階段有幾個月就收便宜一些 這樣就好像很傷 那馬的新價 兼運費 再來到 只是落地之後 那些 養馬費到幾十萬元 才出到 跑到第一場 很可憐的 減少一點 然後再減少一點 總之大概拉雲了一個人 那馬主如果一年是 給少10萬左右 那是挺好事的 但是對於我們作為平馬人來說 對這些沒有什麼興趣知道 馬迷 喜歡買中的馬 也都對於這些 省了10萬元又不是 又不是落我袋子 都不關我事的 沒有所謂 但是他明白了一件事的 因為現在那個 每年養馬一定過100萬的 你不要計算 很多人很八卦 哪個馬房多錢 哪個馬房少許多餘 不要緊 這不關你的事 對嗎 總之低調 但是 不要忘記了 總之多少也好 100萬是在坐著的 因為你每報一場賽事 都一報 報名 即是你每跑一場賽事 是萬多元報名費 是啊 萬多元報名費 還要給騎司拆騎費 連馬斯不用再給了 總之你每次找騎司又要給錢 二千多元 二千多元一次 二千多元一次 馬會就一半騎司六成 不要管他了 總之你拉雲平均 你一個月跑一次的話 報名費 騎司費一年15萬左右 加上其他過百萬的了 所以現在馬會的申請就是 給你欺負十萬八萬 打個九折給你 開心 那就不要管他了 他說給得起 那麼他的總計就說 我們這些獎勵計劃 包括 楊書雷吹這些 一年都 用17億 十千多元 挺和味的 等於一個會議 要給兩千萬 但是每一個賽馬日 香港馬會收的 佣金 都只有幾千萬 兩千萬拿出來 我們叫慘性 慘性 所以我們講講公開秘密 如果沒有賭博 如果不是十幾年就開賭博 香港馬會也未必經營到 真的 無謂 雖然他那盤數字 公開 你可以 我不同意 實際上是 有數得計的 平均15億投注 政府的稅是佔多數的 對嗎 你抽爆兩成的 一兩成的水分 但是馬會 政府佔大多數的 你想自己落袋有多少 你還要派獎金 不是那些特別獎金 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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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場馬獎金 你現在還給完每場馬獎金 增油火納人工之外 還要每個 議員平均給二千萬 特別獎勵出來 有多少千派 大家都不需要計師 有些數學頭腦已經明白了 不要緊的 我只是想說八卦東西 八卦東西不是我們頻道的作風來的 很多人喜歡爆人的陰質 爆所謂的秘聞 沒有根據的 亂作料 我們就不做這些事 我們所謂八卦東西 可以說的就不多 但是我們也要說一下 馬會因為 因為每年一到這個階段 一定寄封信給所有的會員 就說你可以去申請 馬了 只要你是十二個月 就有什麼條件等等 那些簡單 如果你想知道的情況 可否最難做 那麼就是他就去檢查 給賣比較大的問題 有三萬封信 這些都不 calor 十二萬多 三萬封信 當然裡 不用緊的 這些一定要應付的 因為他們能夠 每個會員都有權 申請樣碼,你不中签是否有權申請 所以一定要這樣 但我們講講兩樣八卦的事情 第一樣八卦的事情就是 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我們在香港的《馬經》報紙裡 經常出現一個通告 這馬拍賣了 你們有興趣的人就可以什麼樣的 給資料一下這馬現役馬拍賣 當時我已經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賣報紙呢 跟公眾的馬迷沒有關係 當然一隻馬拍賣完之後換了馬主 你就應該告訴別人 那些馬換了馬主 拍賣這件事與公眾是無關的 為什麼要 你明白什麼 我明白,我們不能去拍賣 我們不能去參加 拍賣你也沒有資格 你公佈告訴別人有什麼意思 其實這個原因 回頭看 因為當時也是 香港的馬會議會員 不是那麼多 幾千 就要發出幾千封信 我們為了保障自己 一般在報紙上登 一般的通告 就是在報紙上登 登了當你看了 很多香港法律規定 有一個通告 就要賣報紙 賣報紙當你看不到 不關我的事 總之我登了報紙 香港馬會也未至於需要這樣 賣賣給錢賣廣告 於是走中間路線 就經新亞社 發稿出去 萬一有人收不到 你沒有留意 我再賣報紙 等你知道 我已經告訴你 沒錯 這也是很合理的 後來 就已經取消了 因為這個拍賣不再公開 指定中心 後備馬才拍賣 那類人數有限 那些容易找到 那些 只有幾十封信 寄出去 甚至寄漏的機會很小 所以現在就不需要你這件事了 好了 但是 香港馬會也近這兩個星期 不斷延長 我不知道你們是在 嗯 不好意思 早上比較麻煩 不要理會他 我不知道外面電視有沒有看到 但場內的閉路電視 賽前和賽事之間 近期不斷播出一些馬會製作 有三、四段 找到一些比較年輕的 所以現在三、四十歲的馬主 多數都是富二代 就說養馬心得 樂趣和心得 好像想引你入局 養馬挺好的 那幾個都有些知名度的富二代 做得挺好的 例如說 那些人是不收錢的 是啊 沒所謂 他很開心 馬會訪問的 製作費很少 馬會自己的 也沒有什麼額外的費用 播出時間也挺好的 不過問題是我們說 喂 沒有意義的 播這些 如果想公開 叫人養馬呢 那些人不應該播這些 播這些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每天入場 外面電視應該沒有的 他只是給牆內看 牆內只有1萬人 1萬人 3分2是公眾 與牆無關 通常的Member只有8、9千 為什麼有8、9千 是Member 現在只有4千人 4千? 這麼少? 沙田只有4千人 4千人之中 那些4千人不是會員 絕大部分是來賓 明白嗎 4千人 那裡有3千多人是來賓 那不是馬會會員 你訂一張桌子吃飯 8個人有7個都 都不是會員 是嗎 是很簡單的 好了 結論就是 那幾百個現場的 入場的馬會員 其實 八成、九成已經是馬主 是 也不是馬主 只是一個普通的會員 你支持這些 引他做馬主 嘩 一百幾十個 如果一百幾十個 人進場看到 來做這些工作 我們稱之為 是很低的 是啊 是 是 希望 一百幾十個 會員 還沒有做馬主的 落雜 是嗎 真的 是嗎 是 是 是 所以我們也不批評 說笑 這些八卦的事 沒有什麼作用 不過不做就不行 那些馬主 那些馬主 那些做主角 當然是威風 全民富二代 是嗎 是嗎 挺開心 哇 每天在馬場 有我的大特赦 挺開心 是嗎 是嗎 他說的話 又是一般性 可有可不好 養馬好的 養馬過癮 又不說養馬痛苦 哈哈哈哈 是說的 因為有痛苦的養馬 那才公平的 是嗎 很痛苦的 我養了三隻馬 還沒贏過一場 你們小心點 因為這樣說的 我已經養了三隻馬 三隻馬 都沒過十年來 和我贏過一場 那要說這些 平衡一點 不要只是銷售 要坦白一點 是嗎 我曾經認識過 這個老馬豬 這是我新的 我真是慘 我過去十幾十年 好像還沒贏過頭馬 我平均 是呀 有個老馬豬說 我還沒贏過馬 我不是大馬豬 我只是一隻 每三四年 每一隻 但我十幾年還沒贏過馬 有個老馬豬 我跟我說 那你又不說這些 慘的事 只是說一些開心的事 很好玩 要出去推 那不行 那不公平 你應該做個統計出來 有幾多馬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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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過超過一隻馬 一隻人不要計 一隻馬豬 那你馬豬 那一隻馬豬 很正常 有幾多馬豬 養過兩隻馬 都沒有一個馬豬 贏得到 總算算出來 應該是這樣的,兩隻都退彩翼,都贏不了頭馬,有多少個 很多的 再加上他們的周期比較短,很多的 我想有100多件是從來未贏過馬,特別是新馬主,例如我新的菜衣,10年,沒理由10年都贏得一場 但很多新的馬主,你都忘記了,你看到這條菜衣有新馬,有童主馬 看一看,有隻童主馬,只會跑兩場 如果這隻都不贏,上一隻已經不贏了,這隻都不贏了,即是你養兩隻 可能五、六年來養兩隻馬,一場馬就贏不了,是很多的 我想沒有100都幾十 這些馬會不會自己賭自己的位置 沒有任馬,很容易,什麼的 就是total loss 喂大哥,我們是三十四年來,在澳門揚馬,人家第一件事有良的馬 我告訴你,你們馬主仔,最奇是total loss 明白嗎?千萬不要拼得這麼盡 你有三分之一機會是total loss的 養馬,是吧? 例如不說這些風險給人聽 就是說養馬很過癮,很好玩 我們一定要持平地說,讓其他人知道 喂,真的嗎?我再說,純種馬之中 十隻生了出來,有三、四隻是不會跑的 OK?在會跑之中,十隻有兩、三隻永遠都贏不了 OK,說完了 所以PPG的風險,你想想多高 沒跑過那些 我只是因為我身受其害 因為我們聚保團體有三隻馬 有兩隻是贏不了的 我們要接受 我們知道賽馬就是這樣的 我們不是說不知道 知道有事先的心理準備 特別是你買到這麼便宜的馬 吃蛋機會很大 明白,歡迎大家成為收貨會員 每月只需要有150元的收貨 就可以聽完本地和海外賽事 歡迎成為收貨會員 成為收貨會員的方法 在YouTube文字版裡 連結了Kick進來 就知道成為收貨會員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些問題 想問問張先生 可以在留言板上 繼續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搜集所有的題目 然後一次過會做幾集的Q&A 和大家再分析 歡迎各位網友 繼續訂閱這個分享 和分享這個影片的方法 還有不記得鼓勵的Like 也歡迎成為收貨會員 成為收貨會員的方法 在YouTube文字版裡 連結了Kick進來 就成為收貨會員的方法 我這集的經驗就這麼多